巴拉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拉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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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着风把力全开 一路就全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是英雄的乞丐 小巴酱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做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Hey go go boss Yeah yeah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笑吧 哥德马上赶到 超学先锋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 再多陷阻也不怕累 小跋车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做好服务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超学先锋 Go go boss 就是超学先锋 嗨 艾迪 现在有时间吗 嗨 天天 我正忙着给轮椅安装弹簧装置 能让我跳得像云气车哥德一样高 那就是说有时间咯 嗨 艾迪 今天轮到你打扫卫生了 别着急 天天 等我装好这个罗姆 马上就 嗨 艾迪 出什么事了 你操守艾迪平稳落地 好年啊 阿丽 能帮个忙吗 可以啊 可是塞拉斯 这些蜘蛛网从哪里来的 阿丽 你看 一定是艾迪刚才跳起来时粘到的 大部分蜘蛛靠织网来捕捉虫子 而且它们最喜欢待在墙角 哦 蜘蛛网太漂亮了 这精英剔透的颜色 精巧绝妙的造型 啊 阿丽 我可不这么觉得 蜘蛛网黏黏的 太讨厌了 咦 这里 这里 还有那里 蜘蛛要搬家了呢 好累啊 就没有不织网的蜘蛛吗 当然有 艾迪 有种蜘蛛叫跳猪 它们从不织网 通过蹦跳来捕食 不过它们在明日岛非常罕见 哇 如果有办法 让其他的蜘蛛都变成跳猪 以后就不用再清理蜘蛛网了 那就会是个伟大的大名 其他蜘蛛变跳猪 我又要发明灵感了 看你这次往哪跑 哎呀 蜘蛛 好多蜘蛛啊 哇 艾蜂跳的蜘蛛 跳得好高 哎呀 好高 艾迪 又轮到你打扫卫生了 田田 最近房间里非常干净 连天花板都没蜘蛛网了 啊 唉 好吧 哦 什么声音 呃 好多蜘蛛 呃 有几包 伙伴们 你们绝对不会想起休息室里 呃 天呐 这太难以置信了 这么多蜘蛛 帅拉斯 该怎么办 嗯 把这些蜘蛛全都抓起来 不就行了 小青 蜘蛛的数量至少有几万只呢 根据分析 这些蜘蛛是跳猪 可跳猪在明瑞岛非常罕见 现在冒出来这么多 太奇怪了 啊 那么跳猪最多的地方一定有问题 说得没错 田田 调出所有的监控视频 用超轻摄像头分析明日岛每个区域跳猪的数量 明白 哇 仅是其中一条街道就有两百八十四只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街道的跳猪数量吧 有结果了 啊 很明显 公园区域的跳猪数量最多 我们要去公园调查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嗯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逃选能量球集合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 代表艺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Athletic 代表运动 这一线总成了 超级先锋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森林公园 小巴 哥德 安全抵达 布布 开始扫描 分析公园里跳猪最多的地方 啊 有发现了 就是这里 跳猪的数量最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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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 哇 哇 这只跳猪好大 快看 它生出好多好多小跳猪 这只蜘蛛好像有点眼熟 哦 天呐 这只大跳猪的繁殖能力太强了 明日到跳猪变多一定跟它有关 那么 我们要先抓住这只母体 大跳猪 别跑 嘿嘿 想去哪 跳得好高啊 哇 如果大家逐许参加跳高比赛 一定能打破世界纪录 如果连小鸡都抓不到它 要怎么办呢 有了 用这个就行了 弹簧蹦跳终置启动 等等 艾迪 你的弹簧装置没问题吗 放心 田田 我已经改良过了 现在轮到蹦跳的艾迪处长 啊 大跳猪 糟糕 大跳猪 飞上天了 哥德 快变身云梯车 超学能量 哥德变身 工程云梯车 哥德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根据风速计算 气球在十秒内会升高二十米 哥德 要快啊 明白 看我的 弹簧装置启动 啊 抓猪了 完成 看样子 这只大跳猪经过基因改造 所以繁殖能力才会变得非常强 好多蜘蛛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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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呢 博士 博士 糊涂博士 你没事吧 哎 芬奇 你干什么 我昨晚通宵实验还没说够呢 这么多蜘蛛 哪来的呀 糊涂博士 我们正在调查这只大跳猪 马上就能查清楚了 等等 这不是我实验的跳猪吗 糊涂博士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 我提取跳猪的蹦跳的基因 注入到这只大蜘蛛体内 将它改造成跳猪 我记起来了 这是昨天在休息室的那只蜘蛛 噢 糊涂博士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其他蜘蛛变成跳猪 以后大家都不用清理蜘蛛网 这难道不是一个卫大的发明吗 嗯 嗯 好吧 我的确说过这话 可是博士 你也不能把它放出来啊 不是我 我没放 对不起博士 当时我去实验室找你 看到瓶子里的蜘蛛 我害怕极了 就把瓶子给扔出去了 哦 蜘蛛真是太可怕了 嗯 什么呢 蜘蛛博士 看来你的实验出现副作用 让蜘蛛的繁殖能力增强 所以明日岛才会出现这么多的跳猪 不可能 我的实验绝对不会出错 博士 希望你再做一次实验 让这只大跳猪的基因恢复正常 如果让大跳猪继续繁殖下去 三天后 整个明日岛都会被跳猪淹没 嗯 好吧 芬奇 你要在我旁边当我助手 不要啊 我怕蜘蛛 耶 明日岛的蜘蛛危机圆满解决 等等 小金 明日岛还有很多小跳猪呢 对啊 可是要怎么办啊 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这有几只跳猪在晒太阳呢 哇 真的耶 资料显示 这是跳猪在用身体反射太阳光线中的紫外线 来吸引异性 紫外线 那是什么 紫外线是太阳光线中一种人类看不见的光线 说的没错 而且很多虫子也对紫外线非常敏感 所以紫外线经常被用来做幼虫灯 我们可以制造紫外幼虫灯来吸引虫子 可以把紫外幼虫灯装在哥德的云梯平台上 让哥德绕明日岛转圈 而且亮灯的方向要朝下 因为过亮紫外线会伤害皮肤 那么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再加上美食诱惑 哥德准备好了吗 迎提车 哥德 准备就去 出发 蹦蹦 说明渔香 叶喇 還给我 叶喇 我 到 巢巢先锋 任务成功 什么 这么快又轮到我打扫 没错 好讨厌的蜘蛛啊 怎么样 艾迪 是想念跳猪了吗 不不不不 我突然觉得 纸网的蜘蛛也挺好 至少它们不会跳来跳去 造成大危机 希望能快点到我 我还想赶回去 立北米端跑呢 流感疫苗打完咯 希望这又是没有流感的一年 有请四号接种疫苗 谁 是谁 快 快 你 你先吧 小新 我知道你比较急 谢谢啦 姐姐 那些水果是人人有份的吗 是给打了流感疫苗的人啦 给 塞拉斯 谢了 芬奇 人好多 今天所有人应该都能接种完疫苗吧 希望吧 我的花症花到一半 我可不想还没回去 野料就全干掉了 来吧 阿力 我们换一下 那你就可以早一点走了 哇 太棒了 有请五号接种疫苗 哇 是我是我 马上来 我给你留个芒果呀 博士 打起精神来呀 很快就轮到你啦 博士 您能告诉我最近在研究什么吗 虫子 研究 哦 对 是研究纳米机器人呐 纳米机器人吗 听说他们非常非常小 没错 小到你都看不见他们呢 他们能做各种神奇的事 比如修复重要设备上的小裂缝 这些裂缝小到人们都找不到呢 或者让污染水再循环 剔除掉不必要的细微污染 终有一天 我们还可以用他们对抗疾病 哇 不愧是技术怀疑又有学识的塞拉斯 就要接种疫苗了 谢谢你画画给我 天天 糊涂博士 那你的纳米机器人是干什么的呀 博士的纳米机器人在重建东西呢 好吧 比如 例如 见什么呀 我让那米机器人自己决定去见什么 要是他们见了什么酷酷的玩意儿 转力权还是我的 你看 发尊了什么 但是 如果他们做的东西 看样子 如果我不打完疫苗 是吃不到营养的香蕉的 天天 你还要换号码 当然 博士 来 哈马排给你 请十一号接种疫苗 哦 小香蕉 乖乖留在这儿 我马上回来哦 有危险 有危险 一起警报 有警报 马上回学院 哥德会带我们回家总部 然后我们就可以监控整个状况了 啊 故障了吗 根据检测 博士的实验室在不断地变形 等回到总部 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首先 天天 你都换了四次号了 其实 你想怎么样吗 啊 我没想怎样啊 我 我觉得我不用打了 当然不行 天天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无法识别某些病毒 这些病毒进入我们体内 会使我们生病 打疫苗就是改变免疫系统的行为 从而保护我们 好吧 我知道疫苗很重要 我也不想生病 可是如果打流感疫苗 会痛 怎么办 小金没事 塞拉斯也没事 甚至博士也没事 我知道 可是 我还是有点害怕 没那么糟 相信我 天天 我实在是不懂 看起来博士的另一个实验室 正在不断地变形 还影响了周围的环境 好奇怪耶 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悬能量球集合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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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代表科学 Technology 代表技术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 Arts 代表艺术 Mathematics 代表数学 Atletics 代表运动 这一切组成了 超级天风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太好了 你们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首先要进去看看 可是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呀 门在哪里呀 好吧 找到门口了 可是 我们得够得着才行啊 格德 是时候变身了 没问题 超学能量 格德变身 云天生 格德 真奇怪啊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不管是什么 它还在不停地变化 快看 我觉得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糊涂博士编成了纳米机器人来造东西 可是 他没告诉机器人们 该造些什么出来 所以 这些机器人在到处实验 把能找到的东西 全改造成别的东西 哇 十秒内的超级变形 不可思议 可我们 要怎么阻止他们呀 而且 他们很小 我们都看不见他们 镊子是我觉得能用上的最小工具了 可以用来夹这些纳米机器人吗 好主意啊 曼妮莎 我想 如果在显微镜下面观察 可能会有些纳米机器人在这儿呢 显微镜来了 我们看看吧 啊 镊子怎么编成剪刀了 啊 是纳米机器人 他们把我们的镊子改造成剪刀了 啊 啊 好酷 我能看到他们了 他们非常喜欢改造东西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啊 什么时候变成玩偶盒的 是纳米机器人 他们也看上了显微镜 改造了它 好吧 如果我们抓不住他们 就把他们给困住 看我的 完成了 现在他们都出不来了 啊 啊 啊 对 他们还是可以变形 而且 他们现在已经布满整座楼了 我觉得 我们得需要一个更好 更周全的计划 还需要哥德来帮忙 大家先一起出去 嗯 天呐 纳米机器人还在造东西 而且他们还在不对满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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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他感染上纳米机器人了 嗯 我受感染了吗 嗯 嗯 哦 艾迪 你的轮椅也被他们看上了 哦 哦 一哥 喷气时发动机 哦 啊 啊 啊 真是一场灾难 纳米机器人把一切都弄乱了 啊 就是啊 我不喜欢有一双翅膀啊 不不 其实 这还挺刺激的嘛 哼哼 啊 啊 等我没说 啊 啊 啊 伙伴们 啊 啊 小心 啊 伙伴 怎么办呀 慢着 艾迪刚才说哥德尔感染了纳米机器人 感染 病毒 有啦 是什么呀 不不 我之前在看有关疫苗的书 疫苗是让我们体内的细胞去改变他们的行为 这样 他们就能对抗疾病啦 可是 生什么关系呀 我们一直集中去捉纳米机器人 可是 我们也可以给纳米机器人打疫苗呀 我知道了 我们为纳米机器人编程 让他们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而不是随意改造东西 说的对 但就像疫苗一样 我们要让他来教其他纳米机器人 怎样把东西恢复原样 看着 我们得对这个小家伙重新编程 现在 他应该已经回去修复其他纳米机器人了 快看 这就是我编的新程序 就像接种疫苗一样 起座右揽 各种东西开始恢复原形啦 虽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但一切都会恢复原状的 好啊 都恢复原状了 今天 有点刺激过头了 等等 甜甜在哪啊 这都是他的功劳 我刚才去诊所了呢 看到疫苗的作用 我就觉得 一定要去接种疫苗 好样的 甜甜 但是 有人给我留香蕉了吗 医院里的水果全部溅了呢 超学先锋们 看 医院的水果 全给我拿回来了 给我吗 谢啦 博士 看来 这里的纳米机器人 恢复的比较慢呢 不过博士 你真该好好感谢甜甜 他替你解决了大麻烦呢 为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呢 不要 我的香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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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